嗨 Followers 歡迎回到花了發路 花了發路是一個花了Fuck的諧音 我們想要分享在創業和生活中各種花了Fuck的moment 我們的頻道定位就是沒有定位 但我們三個八了以後 咖啡邊、土司邊和我本人每邊 會和你們聊聊關於創業 因為我們三個正在創業 我們成立了一個共享空間 以及銀色大門老人送餐平台 我們會在這裡與你分享我們的創業過程 以及我們三個截然不同的個性 對社會觀察、自我的成長等許多議題的看法 那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嗨 Followers 我們現在在出外景 讓你們猜猜我們現在在哪裡 好 沒有人回 我們現在在台北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接受那個社氣流的輔導 所以我們在附近的一間叫做生活在他方的早午餐店 然後這邊講話就是特別少聲 是因為這裡超級安靜 可是我們就是硬要在這裡錄 哪有超級安靜啊 我覺得很安靜欸 你不覺得嗎 我不覺得啊 這裡就是一般的那種咖啡廳會有一些 就是女子互相聊天 聊心室 聊心室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些 對然後有一些freelancer會在這裡工作的一個地方 還有很多的書 而且我們預計想說 如果我們之後如果一直出外景 然後加上我們有電子報 不是都會PO一些美食嗎 然後我們就想說 製作一個自己的follow美食地圖 那之後都有follow 好奇我們到底就是哪裡流浪 就會按照這個地圖去暗圖所寄 去feel一下我們當時錄podcast的那種感覺 你們會有這種憧憬嗎 就比如說看影集或是看什麼電影 然後就想說有一天有早一日 我出國我一定要去那邊 那某間咖啡飲食 喝咖啡之類的 這個前提是那個影集已經是經典了 什麼經典 就是電影的經典啊 像Latine Hills的電影 大家都一定會去那間書店 Latine Hills是哪一個 新娘什麼 哦 在那個寫播上的 對對對 諾丁頓 山丘 謝謝 哦 不知道 對 就像那個嘛 因為每邊我本人 大家好我是每邊 我是那個彰化人 然後 然後那個 不是那個嗎 九把刀有一段 有一個電影 就是在彰化拍攝 哪一間 那個那一年我們一起追了女孩 然後每次我經過 阿布斯咖啡廳那一間 咖啡廳在高雄吧 還是台北 我每次經過那個 當時拍攝的那個肉圓店的時候 雖然我本身不吃肉圓 可是我心裡都會想說 欸他們在這裡拍攝欸 對啊 都會有那種 畫面感 所以有沒有很興奮呢 如果之後我們出了自己一個地圖 好 好像還好 對我們每一次進場的時候都沒有自己自我介紹 好我是吐司編 我是吐司編 我是吐司編 我是咖啡編 好 我們其實這一集是要討論就是關於 因為最近大家畢業 然後就有一個求職潮 然後就覺得 這是可以蠻 大家一起討論的議題 因為我後來發現啊 我為了做這個音頻 我就去查那個D卡 因為D卡不是就是比較多大學生嗎 然後發現上面的人真的都很迷惘欸 就開始就是會有人在主題 因為他們有主題分類有點像hashtag 然後就是工作求職那個hashtag裡面 大家就說 大學畢業了可不可以就是 繼續耍廢下去啊 不想要面對就是出社會這件事情 那你們 因為你們離大學畢業剛 沒多久 你們會當死畢業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很迷惘的感覺嗎 老實講 因為我現在還在持續求學當中 所以我還身陷其中 可能當局中 所以你現在還是很迷惘 所以你現在還是很迷惘 沒錯 那咖啡編呢 我覺得迷惘是一直會存在的 就像現在我會對創業這件事情是 內心有所狂熱 而且會就是持續的進行 但是為什麼還是會迷惘呢 因為就會想說 欸我們這樣的商業模式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會 我覺得就是內心一股潛在的焦慮 就會想說 這樣做到底會不會成功 或者是說 你看到身邊如果有人 或是有其他企業已經做到某一種程度 那如果類比一般的其他人的選擇 可能就是說 可能親戚或是某一些朋友已經怎麼樣怎麼樣了 所以自己好像還沒有那一份 好像很具體的成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焦慮 所以我覺得那個焦慮帶來迷惘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任何一個時刻都 會有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感覺 反過來講就是 想要追求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一種動力吧 對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一定會迷惘 因為我當時也非常迷惘 我只知道我不喜歡 我不想要就是去醫院當醫檢師 然後呢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到底要找什麼工作好 所以其實大部分 我們全班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全部去報考研究所 然後 好像裡面考研究所就是一個 誒 不知道 好像 與眾不同 跟不上潮流 對 跟不上潮流 所以大家就一窩蜂去投研究所 所以那時候我也投了 其實我一部分其實有點想要 說好聽一點是想要再讓自己有幾年的空間 再去探索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但是其實說白了 就是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所以就繼續讀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學生會很迷惘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一屆真的很衰 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直缺我覺得相對是比去年 或是之前是更少的 因為可能大家都很緊縮 沒有賺錢 所以當然也不會想要開缺出來 所以 你們那時候有 在大學的時候有一些打工經驗嗎 可是 有 那你們求職的過程之後沒有被遇到什麼問題 可是 就是覺得比較印象深刻 然後或者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是覺得自己回答很爛 現在回答起來很好笑 那時候有 就是感覺好像跟 這個信心很重要吧 就是我有去面試過那個 藝術博覽會的有點類似像是 就業博覽會的 不是不是是藝術博覽會 就是藝博 藝術博覽會的那個叫什麼 反正就有點類似你可以幫忙帶展劍 然後解釋創作者理念的人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這是一個還不錯 可以感受一下業界大家怎麼運作的一個機制 然後我就去面試 然後那天我真的是過於的很緊張 其實我很害羞 然後所以當時那個面試官在問我一些 譬如說我有沒有對藝術有一些認知啊 還是我自己本身對於就是藝術產業 這一塊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都有點回答不出來 就有點像是照 以前我們在課本上講的 然後我就這樣硬背 就說什麼 就有點類似你知道嗎 大家聽看看你可以笑我沒有關係 就有點像說我想要多進入這個領域啊 然後為自己開闊一下眼界啊 就有點像這樣 就是很罐頭的那種自私的回答 想當然而我就是被刷掉了 所以它是一對一的面試 對它是一對一的面試 而且它好像還有複視喔 它一開始是先用打字的 就是那個電腦記性這樣子 那咖啡邊你有嗎 我記得你之前不是有在咖啡廳打工過嗎 我有在咖啡廳也有在就是英文補習班 然後還有就是當另外一間補習班的都是打工 然後你是說遇到也沒有茫然嗎 可是就是面試的時候有沒有就是面試一定會有問題嘛 那你有被問到什麼問題 你覺得蛤 為什麼要問這個 還是你當下被問了什麼問題你回答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可能我是很會 所以小時候我就很會說謊 所以就是我可以把一件 其實我自己不太清楚的事情講的我好像很清楚 所以好像沒有遇過這個困擾 對 反而是就是自己並不適合 例如咖啡廳吧 就是他們觀察我就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關心 或者是說我就是 只能專注眼前的事情 就有點沒辦法就是多角化的關注 比方說我在櫃台洗杯子 然後如果有客人來了很久 甚至電腦在叫我我都聽不到 然後後來他們就叫我 就是直接數錢給我叫我趕快離開 所以我的問題好像沒有 所以有後期去咖啡廳他們會問你什麼 他會問我說有沒有做過這相關的經驗 他會問你懂不懂咖啡嗎 都會問啊 我就說都不懂 但是我非常樂意學習 然後我就 而且我是 我說到我自己也相信 就是可能不要臉吧我覺得 所以我應該是有一個不要臉的能力 所以也許呢大家面試可能要 去多練習一下不要臉嗎 其實我覺得面試某一個部分 其實對於不善表達 或者是你就是比較內斂的人 很吃虧 因為你面試你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內就展現自己 所以面試官他也沒有太多時間 因為可能一兩百個人要面試 他怎麼可能慢慢在那邊等你說 好那我們來深度了解一下你本人的個人特質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相對像 美編或是圖示編是比較害羞的 然後比較不知道要怎麼表達自己 我覺得真的就是只有多練習 然後你要去想各種情境 他今天問你什麼問題你要怎麼回答 然後如果是我的話我就只能一直去查考古題 或者是到底這些問題別人都怎麼回答 你不一定要照操 你就是可以試你自己的段框去加油填處這樣子 那咖啡編你覺得 不知道這好像沒辦法傳授 可是我覺得面試的技巧 我現在在想啊 如果你今天面試你沒有辦法很得心聽你手 那你就要逼著你自己去習得其他的技能 讓你可以靠不用面試 然後也可以混口飯吃 怎麼怎麼 因為我後來就發現 我後來就發現我其實 真的好像不太適合去外面走跳 就是別人講什麼都會 沒有辦法真的把自己內心的話講出來 我就會非常 只要當下有外力就是問我問題 然後就你知道嗎 像驚弓之鳥會嚇到 為什麼你是說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真的覺得自己的內心的答案太過於赤裸 我會嚇到別人 其實就像是別人問我問題 然後我腦袋就會一片空白的概念 就是沒有辦法對外界表達自己心理的想法 然後於是我就知道我自己這個特質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去外面公開的面試過 然後就靠譬如說自己其他方面的技能 然後別人來找我做工作這樣 所以你是把你的作品放到可能網站上面 所以就是等待別人來找你這樣 所以這也可以是一個技巧嗎 之前有幾個案子是這樣子的接來 就是一些譬如說平面設計啊 排報啊之類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但是緊繫於你可能有特殊專長 因為像我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太 我可能就只能頂多寫文章之類的 然後也是等待被動的背 可是我覺得這沒有辦法適用於現在所有大部分的大學生 他即將就是真的要去面試 或者是高中生要升大學 他一定要學測或技巧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學測不在行面試 我就是拼了命準備技巧 但是求職這件事情可能就 我覺得就是你要多多練習 還是咖啡店有什麼 小學校可以交給法羅斯 有 我覺得剛剛除了不要臉的心理素質 我覺得不要臉不是說你的那種不要臉 我的意思是說你的心理素質要夠堅定 夠強大 比方說你就是要 其實我會有幾個小撇步跟大家分享 例如我每一次要去課堂上簡報 或者是說去演講 或者是說去跟人家分享我的理念 或是跟其他的單位談的時候 我在前面都會告訴自己是說我是最棒的 或者是 這個我都沒有跟你們分享過吧 我會覺得我是 就是在場裡面最閃耀的那個人 而且我也是神性如指 所以如果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潛意識的訓練 如果你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這樣 你可以常常告訴自己說我很棒 或者說就是可以的 我可以度過等等 這種心理激勵的話 在心理Food Song裡面 再來就是你的眼神 就算你對這一題答案 或者是對這件事情也沒有那麼確定 你也不可以閃躲 就是你要看著就是怎麼講 又帶著那份充滿熱忱的眼神看著對方 但也不是直視別人的眼睛 因為有一點不舒服 之前我有讀一個就是溝通術 大家是建議說如果你不敢看別人的眼睛 你可以看他的那個 叫什麼 那是仁宗嗎 欸不是仁宗 是 眉頭 對 眉心 眉心那個地方 對可以看那個地方 然後想著等一下要吃什麼晚餐 沒有沒有 你要想著這個人完全的被你吸引 你對他來講非常重要 你要有這個心理建設 因為如果當你自己也覺得 你自己一點都不重要跟你可有可無的時候 你的眼神就會透露你的軟弱 這時候 你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你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很弱 你自己表達能力不好 所以你一開始要去告訴自己說 即便我可能表達能力沒那麼好 但我已經很棒 或者是說已經很好 這是一種練習 我覺得常常告訴自己是有幫助 這讓我想到一個國片欸 你有沒有看過嗎 白星會演 他跟那個美秀姐 他原本是一個公司的 片筆是怎麼 有點忘記欸 但大家去網路上找白星會應該就會找到 然後反正他就是在演一個公司的小職員 然後他不信 因為他其實一直來都運勢不是很順遂 然後他被裁員了 然後原本讓他覺得 大家覺得他是白領階級 然後他被迫到大賣場去跟人家推銷 比如說電王拍啊 然後他就是一直都業績不是很好 然後他開始慢慢訓練自己 然後還有一招他就是 好像假裝把面具戴上 就他會跟在開賣之前跟自己講說 欸把面具戴上 然後他就開始 你知道嗎 武裝自己給自己力量 我覺得跟你剛剛分享的有點類似 可是他是武裝是一種假裝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到底去面試的這間單位 跟這個行業 是不是你真的有興趣的 如果這是你真的一點都覺得還好 你只是為了錢嗎 還是為了你爸媽推薦的 還是你朋友也都去那一間而去的話 你再怎麼訓練自己都是徒勞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興趣 就算你真的近了 你可能在那裡也不快樂 所以我覺得咖啡片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點呢 就是除了剛才我講的那些小技巧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讓你真的覺得有共鳴 有興趣 你想要有東西在這邊學習 或者說你真的有一個喜歡的人在那裡 就是讓你覺得有憧憬的感覺 而不是說啊好隨便啊 就這間好了 蛤聽說這個風評不錯欸 就去看看 可是你對這個產業一點都沒有興趣 的話我覺得你去訓練面試的一些技巧 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興趣啊 那你就算上了之後 到底對你有什麼幫助呢 你只是不快樂而已 不會啊搞不好他很被動 那你就去嘗試看看 好吧那你就嘗試看看 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囉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沒有熱忱 在從中有沒有感覺到 渴望或者是激動興奮 這些比較讓你覺得開心的指標有沒有 這樣子 剛剛美編說的那一部片叫銷售奇蹟 但是我覺得我一部分認同美編就是 我好像可以做到一個轉換就是 今天我要面對人群的時候 或是我今天要面試 我就會刻意去戴上一個面具去 轉換成那個狀態去面試 然後如果私底下休息的時候 我就是另外一個我這樣子 那種感覺變好像也不是說是刻意 就是有一點是 但是人家說的那句話就是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要先假裝 然後你就會慢慢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之前我 我覺得我可以建議就是我Follow先要求職 你可以多去面試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非常想要的 假設是台積店好了 你真的非常想要 我建議你在那之前你先去去練功 先去類似的產業 比如說就是可能A公司B公司先去練習說 他們大概就是注意會問你什麼問題 然後你訓練久了兩三次之後 你就比較沒那麼害怕 然後你把最後的那個機會去台積店面試的時候 就代表你好像已經準備好 然後你相對也比較熟練面試的技巧 因為我相信很多大學畢業的人 他沒有太多面試的經驗 頂多是上台報告嘛 有些人甚至也沒有什麼上台的經驗 所以我就是可以這樣子練習 就是你可以在前面多安排幾個 就是你就算沒上你也不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你有練習到 而且你感覺就是有一種實戰經驗這樣子 然後求職的時候其實大部分第一個問題都會問 面試官就會問說 稍微介紹你自己 每次被問到這個我都會很困惑 我覺得很困擾 就是到底要介紹什麼 如果今天你們被問到的問題 你會希望你自己回答的答案是什麼 我現在如果真的一定要被面試到 我覺得我現在心裡腦中能給的建議應該就是真誠吧 就是真誠的講述 我自己跟我有我的意願 然後我有多喜歡這份工作嗎 就看你自己的渴望吧 如果你自己的動機都不是很強烈的話 你可能也講不出什麼很動聽的話有可能 再看貝貝呢 我覺得說話的方式不能一直都用順序吧 就是我幾歲我叫什麼名字 我讀什麼高中畢業什麼 那誰理你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讓這些聽的人能夠想像你是誰 所以我一定會帶入一個情境 如果我今天要去 假設我是面試學校好了 我就會說 之前大家好我是誰誰這個我一定會講 因為我會說我是誰哪個名字 但我不會跟他講我爸媽是誰我從小生活在哪個教育環境裡面不會 我會透過情境來去講到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說 大家好我是咖啡邊 然後呢我過去有去過你們這個什麼某某某學校 其實我特別喜歡就是某一個系所那個總辣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就一直會想像著我在裡面上課的情境 就是甚至你如果真的有去為這個公司或這個學校調查過 你知道哪一門課是非常有名的 你就直接把這個情境帶入 比方說 我知道那個王教授的課程非常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非常想要上他的課程 所以呢 如果說有一天可以在貴校就是這邊 就是接受學習的話 我會非常的怎麼講 什麼之類的 懂我的意思嗎 就有點像是 吐司邊講的啦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你就講了好像你已經在裡面就讀了 對 讓他們能夠想像 這個學生是真的 而且你的東西要具體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講出來 因為我是不知道舉例什麼學校或公司 比方說如果是這間公司的話 你可以去調查 就是這個公司它有沒有一個很顯著的一個技術嗎 或者是一個特色的活動 假設這個公司你發現他們每個月都會為員工辦理一個講座 然後你就可以講這件事情啊 你說其實我對這個某某某產業是非常有興趣 然後 可是我發現說貴公司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選擇貴公司來求職的原因 因為你們每個月都會針對我們做一個什麼什麼訓練 那我覺得這是對我而言的成長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定會想要就是擠破頭對想要到你們這個地方 就是你要在言談之中透露很具體的想要在這裡 而且又讓他們能夠間接的知道原來你做過功課 然後又間接的去介紹到自己的個性 就是說因為你很喜歡 假設中間你說要參加那個課程嘛 其實你不用明講大家都知道你很上進 你不需要說我是一個很上進的人 我考了多一的政道我考了什麼 不用你只要說我其實就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這種課程 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學習 你就不用特別講你的人格特質大家都可以推論出來 比方說我特別喜歡 假設我今天要去應徵Google 那我就會說其實我最喜歡的是Google這種 讓鼓勵大家自由發想自由創造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這樣的氛圍什麼之類的 而且我們知道你們這邊有設計一個獨處空間了 這可以幫助我可以進行設計或者是去思考 他們就知道你是喜歡獨處的人了 你就可以不用說我是一個內向主義者 或是我是不太善於社交的人 都不要講這種東西 應該是套入一個具體的環境 而且間接的透露你對這個公司 或者是大學的一個調查 這樣他會覺得你講的方式非常有魅力 對 這是我的建議 就是帶入情境 然後不要直接說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而是給他一個情境讓他去自己想像 因為當他花了腦袋去想像的那一瞬間 他就忘不掉你了 因為所有的人都讓他們不用去思考 只有你 要讓他們有點不費力的去思考 就像三隻小豬的故事 你聽了你有很費力的思考嗎 但是你是不是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像動物農莊的故事 你聽了然後大家都覺得有政治上的一些意味 那就是預言或故事的魅力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帶入一個具體的情境 我覺得剛才講的這段其實很棒 而且我其實有一點中槍 以前我也是真的很順序法 剛剛你說的說 欸不要從你是家裡排行老幾啊 家裡的成員是誰啊 然後你特別你在家裡擔任什麼角色 我以前真的是這樣報告的 就是我還做PPT去放我家人啊 歡樂榮榮那個照片 那個誰都不想要看 對 其實真的他們不太會在意 我覺得如果我是讀考官的話 我會 我會想要知道說 對 因為每個人都想要被提及 我代表的是一個公司 我代表的是一個學校 我會很希望說 所以你為什麼想來 你到底看中我們學校 我們公司什麼店 就很像 為什麼我會喜歡你 你要是特別講出說 因為你這個人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受的話 每個人都希望被注意 所以 當你講到這一點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說 你是真的有備而來 而不是就是 反正就是履歷看到嘛 就是分數到了 所以我來面試 這樣子其實聽出來 很 大家就很明顯就知道說 你也只是順便路過來面試的 然後他們一天可能要 認識個好幾百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像剛才咖啡妹妹說的 你要讓他忘不掉你 就比如說 他們最後在抉擇篩選的時候 最後一定要捨棄掉誰的時候 他說不行 我一定對這個人 就是很有印象深刻 我就再怎麼樣的把他保下 你要讓人家覺得就是 OK 就是讓那個人知道說 你真的是有 很有企圖心 然後想來 然後我覺得 嗯 社區法其實真的不太適用在 求職過程 因為求職過程 其實你要在短時間內 那這個人認識你 你就只能 重點式的提及 或者是你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你去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真的發生在你的生活中 或者是 其實是一個情境讓 你不同於其他人 因為 假設你今天是團體面試的話 就更重要了 因為如果大家就在那邊說 大家好 我是畢業於什麼大學 然後我家裡排行老三 然後我的個性很 獨立自主有想法 然後其他人就開始睡著了 然後就開始怕手機 不知道在 不在那個時空裡面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在短時間內 你要跟別人有 不同的 看點的話 我覺得 就只能像咖啡邊 像剛剛這樣說的 嗯 其實我想要補充 就是 其實剛才我說的情境故事 他為什麼這麼有 我覺得他有效 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他也帶入了 他們 主考官 想問你的問題 也就是說 大家都會說 你一定要先去做 考古題 去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這個原因是什麼 有人有想過嗎 其實意思就是說 不是要你去 規定他的答案 嗯 而是像我剛才舉例 那個情境的時候說 比方說我再回到 剛才的情境 因為我曾經 在這個走廊上 就是 或者是我曾經旁聽過 或是在網路上 看過這個課程 的內容 然後呢 我就覺得 真的是我非要不可的緣 非要來這裡不可的緣 因為他的課程 真的太有魅力到 我真的很想要大學四年 都有機會 可以修到正本老師的課的時候 但是前提是 你真的要去調查 不然他細問你 你真的不懂 哈哈哈哈 就是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可以真的太胡亂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從這個角度切入 那你就真的要 比較有了解 其實你在講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就省去了這個教授 還要花心思問你說 所以為什麼你要來這裡 因為你連這個問題都回答到了 因為你當初說 你想要來這裡的原因 是因為你想要來 旁聽這個課程不是嗎 你為什麼想要來這個公司 是因為你喜歡Google給這個 一個獨處空間 讓你去思考的能力的時候 還有一個時空的時候 你就順便回答到 為什麼我一定要來這裡的問題 如果你的敘述方式 又回答到了 每個人的問題的時候 別人覺得 話好輕鬆喔 跟你聊天好 好不用費心喔 因為 順序法的缺點就是 你講完之後 不一定能夠回答到 這個人心中的疑問 所以如果一開始你講的東西 就已經包含到 這個人對你的疑問的時候 你不是在幫他省時間嗎 所以他就會對你有好感 然後另外一塊 我覺得順序法 為什麼會 升值在每個人的心中 是因為我們從小的教育 就是這樣教的 尤其是歷史課本 民國有幾年 我們都會從 時器時代開始教起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能從 近代開始 然後再去回推說 其實在史前時代 就有這個奇俗 這樣其實你會記得 比較清楚吧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 養成敘述的介紹方式 其實是來自於課本 可是大家讀書也知道 順序法有多麼讓人想睡覺 如果課本的敘述方式 讓你覺得厭煩 那你就不應該模仿課本 如果你覺得 老師講話很無聊 你就不要重蹈覆測 所以這是我覺得 大家會有這個迷思 就是因為 我們受限於 這個傳統的教育 跟課本的敘述方式 就是連數學也是 從很早的阿基米德 什麼幾何圖形 什麼之類的開始講起 物理也是阿 為什麼不能先一開始 帶入近代物理 然後再告訴大家要學什麼 或者是說 這倒退回來 或者是打亂順序 其實順序法是 沒有那麼符合大家思考的敗落 你想事情 你會先從 我不知道 從你出生開始嗎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想法思維是跳來跳去的 所以你不需要 依照這個傳統的順序方式 前進 對 你可以從最重要的地方切入 最重要的就是 你為什麼想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讓人設想的前進 你甚至也可以暴露你自己的缺點 比方說 比方說 像土石邊你說 你會覺得 語言能力嗎 或者說溝通的想 或是你在某一個科目是受限的 反規來講 你就會直接先講 你就說 因為我知道我在這方面是活弱 但是貴公司跟 什麼 貴學校呢 貴校是 在這個領域是 特別的 用心 你這樣就是 既承認自己的缺點 又獎勵 跟誇讚到這個 學校或這個公司的特色 你一定會錄取 我真的覺得你一定會錄取 同時也表示自己願意學習 對 你又透露了你好情趣 你又透露了你好上進 這個是也很不錯的方式 就是先告訴他們的缺點 這樣子 或者是主考官或者是面試官也不用問你說 那你覺得你的弱點是什麼 嗯 你覺得你為什麼要來這裡學習 你通通都不用回答到問題 因為你一開始就講 你甚至還可以他們問的時候你就說 正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所說的 對加強印象 他會覺得 哇你都想到 你面面俱到 真是不可多的人才啊 我是這樣覺得 厲害厲害 兩把刷 對 因為之前每邊之前也有 因為你是怕事的老師嘛 然後又幫忙面試就是你自己的學生 然後他們都很順利的都有就是錄取 嗯 那時候在訓練的過程中沒有發現現在的學生 他們普遍有什麼樣的狀況 讓你覺得 嗯 可能面試最好不要發生這種狀況 不然其實 就不容易 很容易被刷掉 嗯 有嗎 其實 因為我們在補導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 學生真的最缺的就是實戰經驗 嗯 就像我們模擬面試 我們會有三次 那我發現 就是經過了前面兩次的實戰經驗 到第三次他們幾乎就會 有很顯著的改變 第一次我面試我學生的時候 我真的嚇傻 他就說 啊 我不知道欸 啊 這個 你問了什麼他不知道 就比如說 請問A同學你為什麼想要來面試我們學校啊 就是為什麼 然後他說不知道 跟他說 然後他就會開始跳脫那個角色 然後他就問我說 老師那這時候 我該怎麼回答 馬上出信 對啊 然後而且事前我們其實都經過 因為有 比如說有考試啊 然後有叫他們回去 看一些考古題啊 然後推測或是預測 當時的情境可能是怎麼樣 嗯 就發在他們說哇 真的實戰經驗缺乏 嗯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慶幸 以為啊我自己的面試能力好像還好一點點 像這樣 所以你覺得他們第二次第三次為什麼會進步 我覺得真的是 可能因為我們需要畫面去輔助嘛 他真的有過第一次之後他可以用視覺化去想像說 欸為什麼當時老師要這樣回應 然後他有了第一次的畫面之後他就可以在心裡重複演練 就像是以前我們在過那個馬力歐 不是第一次跳過去嗎 然後死了一次之後 我懂你而已 對然後你大概就有畫面說等一下哪裡會有空 可以一直有烏龜這樣 對對對然後你就可以像這樣視覺化去破關你的感覺 所以實在真的很重要 很棒的舉例 他們現在剛才要說什麼 因為上次有一次我有陪那個美編去跟他們一起去面試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在場有三個女學生 他們都要面試 他們都要考新的大學 然後其中有一位他是可能比較 比較類似我的角色 就是比較外向 能言善道 對比較能言善道 而且他我覺得 跟他對談的過程當中 知道他的思維是較為靈敏的 就是他比較不會 弱屬於苛舊 他會覺得 會轉換他的思考 比較機靈啦 比較技巧一點 然後另外兩位呢 都比較 比較 據實以告這樣 所以不知道之後他就會閉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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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 內向 相對內向的一個 兩個學生 然後其中一位 其實他講話是很有魅力 但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缺乏信心 不知道是從小呢 或者是說整個台灣 或者是說整個 我不知道 整個環境都會讓他覺得 講話 溫溫的就等於沒有說服力嗎 他可能會有這樣的 的誤解 所以他明明我就想要聽起來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我假裝我是主考官嘛 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我想要來這個 我們的學校呢 就說 欸不不不 我是問他有問題說 那請問請你講述這幅畫 你在創作什麼 他說 其實這幅畫我想要講述的就是 心因為人有時候會有善 有時候會有惡的想法 然後我就想要繼續聽喔 他就說 嗯 嗯 我講完了 然後我就 天啊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覺得這個切入點是很棒的 所以 當我們就是說 像你剛才講得非常好啊 你講得很棒 然後下一次再問相思的問題 他就可以把完整的東西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除了經驗以外 他可能對於自己的講話方式 沒有很 沒有自信 但他的內容是好的 然後另外一位是 他自己也很迷惘 到底要不要考這個系 可是他又不能夠騙自己說 我就是要裝作 一定要到這個學校 嗯 所以他就很困擾 只能說喔 還好 就是很平的這種回答 這樣就很 讓人擔心他會不會上這個 很容易失分 對很容易失分 因為就 他都已經表現得可有可無了 那我當然也是可有可無的 想要 刪掉你 對想要刪掉你啊 可是 他講到某一個點的時候 就特別有熱情 所以我覺得 針對這樣的人呢 你要自己知道 你的開關在哪 像那個學生他講到錢 跟做生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想要報考的是一個 東華大學嘛 就是 有點像是藝術商業系 藝術經濟 藝術經濟 就是他未來可以販賣畫作嗎 或者說去 定價等等 去想背後的商業 對對對 所以前面他講說為什麼呢 就是講一些很苛舊的事情的時候 他都 嗯 就是那種態度保留 但是當他說 那所以為什麼來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 當他因為的時候 就是 你就感覺到這一題 有別語 對他講得出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換個角度說 從你講得出來的地方 開始發散 就是如果你自己清楚說 哪一個地方是你講得最熟的 那以後你 不管別人問你什麼 你就從這一題帶入吧 比方說他如果問你說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到其他的學校 為什麼一定是我們 那你就因為 你就是把那個題目就講出來 不管他問什麼問題 都會回答 你最擅長 就是有點 以不變應萬變的道理 對 我覺得面試也是一個技巧 是 你可以去掌舵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說 面試我是被動的 教授問問題 或是求那個老闆問問題 我就回答 但是有時候他們也會 不知道要問 有時候他們也很累人 然後 所以不知道要問什麼 或是每個人都問一樣的問題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變化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 像剛才咖啡邊說的 你可以去 掌握這個面試的方向 因為你只要講到這一塊 其實他們會順著你 繼續往下挖 對 但是前提是你真的要對這一塊 是有相對 有一定的姿勢 不要 欸好啊那我有興趣囉 我要來問囉 然後你就說 可能我也還沒有很清楚 就會很尷尬 甚至說如果你對於 這一題沒有 自信 或者是你真的突然間當機 你也比較 就這樣沉默欸 因為上次那個學生 就比較 剛才第一個就是很小聲 講善跟惡的那個學生 他就這樣不講話 大眼瞪小眼 然後整個尷尬到不行 所以可能就是要做一個 很好的結尾 如果你發現說 自己真的這一題 招架不來 你就說 這部分我會回去多加 研討嗎 或者說 這部分我會 會在 你們這個單位 好好的努力 找出答案 等等 就是 不要讓那個沉默 就這樣延續 這樣尷尬的要死 我覺得有一部分面試 其實會不會他 有一種 他沒有辦法去測試到 那種 他其實是真的不上表達 但是 他其實很有料的人 就很像是考試這件事情 有些人他就是 考試機器 他怎麼考就是一百分 然後有些人他 就是會做啊 你在跟我考很簡單 我就寫不出來嗎 我就沒有辦法把我 做的東西寫下來 就很像我媽可能 超會做蛋餅 你要知道要做一個師傅 他不會 但他就只會做 所以我在想 面試跟 筆試會不會終究 他還是會有一個 就是 相對的 盲點 所以為什麼 學測是採用筆試跟 面試兩個 可能就是 相輔相成 但是只考就是 可能是適合 你就是真的很會考試的 對 就像是 有些公司 面試之後 你真的進到公司 有三個月的試用期 這就是試用期存在的意義 然後我覺得 剛才你講到說 有些人擅長讀書 也就是說 他 他的口語能力 是相對的弱的 或者是不那麼強的 但是他很專精於寫字 其實我覺得 也要跳脫思維 你為什麼一定要 坐在那裡回答呢 你可以準備道具啊 比方說 有變個魔術嗎 沒有 你先預先準備一些紙張啊 就是上面是記錄了你的一生嗎 或者說 就記錄一些 你考古題的重點的回應 滿創新的 對 然後另外一塊是 你也可以拍影片啊 比方說你剛剛說 你媽就是會做蛋餅 就拍一個 我一天到晚在做蛋餅的Vlog 然後他就說 行李宿說你為什麼 這個人說 我講不出來 你看看影片好了 這就有點像是 之前我們會輔導的學生 如果真的講不出來的時候 即便那個面試的時候 他沒有說可以帶作品集進去 但我們都會建議學生 把作品集帶進去 然後真的沒有辦法回答 沒有辦法用口述回答的時候 他可以翻開他的作品集 然後直接指給教授看說 如同這頁所陳述的 怎麼樣 怎麼樣的情況 我覺得你可以適時的 暴露自己真的很緊張 你說 不好意思 教授這一題我可能 真的很緊張 沒有辦法短時間回答 但是 可以容許我就是 把我的作品集 先翻開給大家看 對阿 這樣子反而 你不需要講說 你是一個很會準備周全 心思細膩的人 他們也會覺得 欸你有這樣的特質 甚至你可能是 特別的出眾 因為可能大家都準備了一張嘴巴 但你不僅準備了嘴巴 你還準備了紙張 你還準備了作品集 你還準備了影像 而且現在是多元媒介的時代 你還依賴你的嘴巴嗎 你也可以穿一件QR Code T-shirt 對阿你說請掃子 教授來掃我 這又提到一個 蠻有趣的問題 就是服裝阿 其實那時候面試的時候 也很多人會去查說 到底要穿服裝 面試服裝 女生就一定要穿裙子嗎 一定要套裝嗎 男生就一定要去訂做西裝嗎 這個都是上面 Google熱搜 真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服裝還是要 但是我覺得裙子跟褲子 這件事情是 你個人可以決定 沒有說女性 女性就一定要穿裙子 我覺得你愛穿什麼就穿 但是前提是 這可能要乾淨俐落一點 但我覺得你也可以嘗試 你穿得很過來 說不定你可以錄取藝術大學 對阿 如果其他的產業 譬如說像是商館內 我覺得一定的專業度 還是要表示 要 而且其實像我讀大學四年的館院 我們每一次的大大小小的簡報 簡報 就是EVEN是一堂通事 就是我們商業課程的某一個 其中的小簡報 我們通通都要穿套裝 我們要非常嚴肅的 就是 老師好 評審 教授好 這是我們這次的簡報專題 我們都要穿得很正式 所以我們大衣每一個人都要去買 正式的套裝 西裝 所以我覺得 那有沒有人問嗎 沒有 一定要買 為什麼 會被扣分 你不能過那個學分 啊 服裝在簡報上 有人問過 那有人問過為什麼 有啊 然後教練就說 不是教練 那個教授就說 那你不要過啊 我有問過嗎 那如果我不要統一一樣 都是黑色素色西裝 我穿一個牛仔西裝可以嗎 可以啊 但是你這組的團體分 就被扣分啊 那大家就討厭你啊 天哪 可是就像我之前 就是我之前其實有一陣子 就死不想買那個皮鞋 嗯 我就穿那個 那個Palladium的 Palladium還是Palladium Palladium Palladium Palladium的黑色的那個直筒鞋 黃水鞋 然後老師也沒發現 因為我就躲在那個 別人的腳後面 就鞋子還好耶 就是只要黑色這樣 反正就是我說 不同的產業 它可能有不同的規定 那我不確定 藝術或音樂學院 其實音樂學院也很講究 服裝 他們表演的時候 一定要正裝出場 所以我覺得不要跟服裝開玩笑 其實有時候 你願意花一點時間 去準備你的外在 其實是不是可以 相對程度 呃 表現出你有在準備 有 而且可以 就是讓人家 撐出場面吧 就是這樣子 嗯 那最後其實 我好像 職場求職跟大學生 在面試 呃 高中在面試大學 兩塊都講到了 嗯 那其實我最後想要 討論的是 就是在面試這一關啦 求職的時候 一定會有 最後有一個很殘酷的舞台 就是薪資 嗯 到底薪資要怎麼 談判 到底該不該 談判 就是我可以跟求職官 討論這件事情 還是不要 就是他們說什麼 就什麼 這部分我沒有辦法 給予意見 因為我 沒有就是 呃 沒有去當這種 正式公司的員工過 所以我覺得 而且我也不覺得說 這個是比較合適的方式 嗯 因為我認為這個 嗯 有點像你一開始要跟這個人聊天的時候 你就 講到錢 我覺得 是可以的 但是並不是這個台灣社會下目前普及的狀況 除非這個人主動問你說 那你對錢的想法是怎樣 之前你如果主動開口 好像顯得你有點高傲嗎 我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 就像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 呃 美肅老師他的課 薪資是有固定的嘛 就是一堂課怎樣 可是我覺得你心裡要對你自己的 呃 呃 才華或是你的能力 或是你所付出的時間 嗯 有所定價 嗯 就有時候他其實開出來的價格 你自己心裡知道 是 對你來講是不舒服的 你就要有一個面 誠實地面對你自己 然後 甚至 呃 寧願可惜一點 或者是犧牲掉一些什麼 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你不能 違背你自己心裡的感覺 然後也不要讓別人 可以 佔你的便宜 嗯 對就是心裡自己要知道 底線是什麼 嗯 就是那個數字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或者是如果你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你也可以上網爬文啊 就像我 即便很難去規範的 譬如說藝術設計那邊 你在網路上也可以查到很多 譬如說 呃 海報設計定價怎麼算 之類的 我相信其他的產業應該也有吧 嗯 比如說什麼電子入門 什麼樣的職位 起薪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 呃相對的有一個量表 在你的心裡 嗯 對我覺得就是 要去查 很像是你去國外買東西 嗯 你會上去查說 這個售價大概市面上是多少 嗯 如果你被坑了 你被當盤子 你就會知道說 喔你現在在幫我當盤子 所以你就 他會有勇氣去跟他談判 去跟他撒假 所以相對的一樣 在談薪資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今天你們是新鮮人 以前的我 我也很奴 就是一種 啊 反正新鮮人啊 我剛出來真的沒經驗 所以你說多少 就多少吧 但是我有遇過我同學 他真的也很有記性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 利用定毛的效應 就是 他們在討論薪資的時候呢 他會先 提高到這個預期 市場的價格 可能三千到五千塊 然後面試官可能就 一開始就覺得 哇你拚什麼 或是你覺得 你哪裡 值得我們 給你這麼多價錢的時候呢 你再講出 你有什麼優勢 這時候就是一個 談判的過程 你不是 一昧的覺得 你應該就要給我的錢 而是你真的有一些價值可以給他們 所以你覺得 這個錢是 你太值得給我的 但如果 兩邊就是 談不容或是怎麼樣 我就 就 彼此不合而已啊 那就不要而已啊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然後新之 這個議題其實 就是 你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發現 你待了半年到一年 那到底可不可以跟老闆說 我要加訓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的 那我怎麼提 我覺得 真的坦白的最重要 就像我前陣子 有點想要去跟我的上司 真的喔 上司就提出 疑問說 欸為什麼我這堂課程的 時數 欸為什麼我換算下來的薪水是長這樣 我有點好奇 其實這件事情後來是發現我自己算錯小時 但是不管 但是我覺得是你自己心裡 就你要 勇於 而且你真的覺得 不合理的時候 你要 會願意提出 不然你就是 你讓他讓別人佔你便宜一點 嗯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 可能別人會佔你便宜一點 然後一方面你心裡會有疙瘩 就覺得自己是被践踏的 什麼之類的 但如果你問清楚你就知道 原來是自己算錯 嗯 那就所有的問題都 就會被解決 喂 欸 欸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Follows 你10日快要睡著了 這裡是花惹發露的廣告時間 歡迎各位乾爹乾媽 快來灌爆我們 やめて 可以分享 就是最近 就是 在台北市有一個 在中山站附近有一間書店 叫浮光書店 然後浮光書店的老闆娘呢 就也許他跟他自己內部的員工 有什麼樣的紛爭吧 然後他就有一篇文章叫做 hashtag hashtag 治158們 就是 就是能夠感受到他 在治理行間裡面 對於 因為他是站在資方 的角度 解釋一下158就是現在 最低的 薪資 就是怕太陽薪資 他就是站在資方的角度 因為他就可能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追溯 是不是他的員工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導致他覺得不開心 或者是他想要PO這篇文 總而言之這邊文大意是說 就是 如果今天 你有沒有考慮到老闆這邊 其實要存活下去也很不容易了 尤其是開獨立書店 就是我們的生意其實比起 成品書店 青鳥書店 這種比較大型的連鎖的 或是裁判開設的 他的生存有多不容易 但你卻 他的文章大意內容 但是我並不保證就是原汁原味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但我不確定他有沒有 山文 對對對 總而言之在大意是這樣 然後就是說 今天我給你最低薪資158 你說不夠不夠 你要160 然後今天我給你160 你說不值不值 我不值如此 我要180 然後就例如我今天給你最低薪資23800 你說還不值還不值 你要3萬 然後就一直無限上綱 但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雙方 先跳出來這個文章講 我個人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之後 就造成了一些人的一些爭議 有些人很認同他的想法 有些人說加油支持你 那因為可能他們看到的這一塊的角度 是覺得說 對老闆很不容易 其實有些人可能真的很高傲 他可能態度 我不曉得這個事件 我們其實獨立出來講說 有些人可能在工作上 他領著同樣的薪水 或是這樣兩萬三千八或158 但他的態度可能不佳 或是他沒有做到完全的工作內容 所以會導致 資方的不開心不滿意 的時候他還要求提高薪資的時候 資方當然會不開心 但也有些人 不僅拿158 不僅拿最低薪資 他也做得非常好 而且甚至他很上進 所以他跟老闆主動提出 他要提升他的薪資 那這時候 我覺得 不是多少錢多少錢還是重點 而是雙方有沒有達到共識跟溝通 這雙方都覺得這數字是合理的 因為今天不能說 欸我很有能力欸 你公司就是應該要給我這些錢啊 不然我要走了 我氣呼呼 好啊那你走啊 那這件事就不用吵了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 欸我很有能力欸 但是你卻沒有跟老闆討論 一昧地跟他要求索取 那你也沒有站在老闆的角度去想 你也沒有去了解 這間公司或這間企業 是如何去獲取金錢的時候 你就是有點 呃 獨裁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 大家都會說 灌老闆灌老闆 那個可能是老闆 獨裁的狀況 但是 我們不能這麼局部的去看待 有時候你也要去理解一下 你所在的這間公司或單位 這個老闆是如何賺取金錢的 如果今天他其實很不容易了 然後你也覺得你不平衡了 你們可以雙方坐下來好好的談 而不是說 某一方一昧地指責另外一方 反正呢 這個小小的事件 後來造成有一個詩人送上尾 他的回應 因為有一些人不開心 是覺得他在消遣那些很努力的158 就是 怎麼可以把158代稱勞工呢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尊重所有的員工的 這樣 可是我的個人去看這篇文章跟爭議 我覺得 其實我能夠理解那個書店老闆的心情 就是 其實自己很努力的狀況下 下面的人如果還一再跟你所取決 讓你感覺到沒有在跟你同理跟同一陣線的溝通狀況時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因為薪資的關係而吵 而是溝通的問題 就是雙方並沒有同時理解雙方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薪資議題就是溝通議題 就是你有沒有認清你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呢 而不是一昧的說 欸 現代設計師的行情是這樣的 怎麼可以這樣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做到 或者是你有去造成這個公司 某一些好處嗎 也就是說 今天你可以在心裡有這個價碼的量表 可是你也要清楚知道 你的量表並不等於老闆的量表 但如果你們永遠都溝通不良 那確實就不適合共識 所以我覺得 薪資是假議題 真正的議題是溝通 這個薪資有沒有平衡你的感覺 你所付出的感受 然後這個薪資的給予 有沒有讓老闆覺得值得 就是應該是雙方可以坐下來談的 可是我覺得真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自信的時候 很容易就委屈求全是有的 包括連我自己都有 之前有遇過一些商業談判 我都覺得OK啊這樣可以啊 卻少算了自己所付出的那一塊 因為可能我暗自心裡覺得 喔我還沒有經驗 我才剛出社會 或者是我確實不是這領域的專家的時候 也可能會長期造成自己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溝通 還有意識到自己的專業度 或者是自己的狀況 還有多跟別人討論 去跟那些已經有出過社會的朋友們 講講看 以他們的觀點 覺得你這樣合不合理 也是一種承諒的方法 這個想法我認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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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對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談家型的時候 或是你 就是像我剛才說 一開始你對於薪資上面的給予 就是他們給的這個薪資 你覺得不太平衡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稍微的做一點調整 然後你要做的事 就是你要有 就是你手上有籌碼啦 你要給人家覺得說 喔你真的是有價值 嗯 這個價值就是可能你過去的經歷 或是你過去的社團什麼經驗 然後你覺得你真的可以生了這個工作 嗯 而且讓老闆覺得說 OK就非你用不可 我相信他們 他們如果 是相信你值得的話 他們就會用進來 嗯 如果他覺得 為什麼我要 用那麼高興去請一個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那我就覺得就是 某一種理念 理念不合嘛 所以我一定就是他覺得 你就是隨便用啊 就是 免費的 那種很 很廉價的勞工啦 嗯 那你也可以用 用一個心資去看清一個人這樣子 嗯 那當然你想要達成的 如果你發現 你沒有辦法達到 你要有勇氣去進行 或者是 對 自己去付出 嗯 你才可以去開那個賠 嗯 其實我覺得心資一直都是 大家會去爭吵的議題 因為其實仔細想想 最低心資也不過是人為定的 嗯 到底是多少錢也是看 雙方溝通的結果 對 或者是你們 最後可能 老闆覺得說 還沒有到達心資的那個 加薪的門檻 你就可以跟他一起討論說 那我們 要不要訂一個 門檻 假設我今天達標了 是不是就可以加薪 嗯 這樣可以 很聰明 好 那最後我想問啊 假設你今天 Follows他 嗯 我也很常遇到這個狀況 有時候大學生 他在挑到最後 他可能錄取的時間 每一個學校都覺得他太優秀 所以要用他 他最後挑選了兩間 然後或者是求使者 他挑選了最後兩間 他在做最後的決定 嗯 就他們兩個現在不同的條件 一個是你心中很想要去的地方 是你的夢想 你的心中的熱忱 他可能是一個新創公司 可是他的薪資是比較低的 那另外一個是薪資很高 可是他進去可能就是你要賣肝 嗯 可能就是進去賣你的生命 那你最後會選擇哪一個 我覺得要動腦欸 如果 你剛剛所想的那個新創公司 你看到他是有展望 他是有未來性的 嗯 然後而且你自己又喜歡 這是不是就是個加分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前者 就是那個新創公司 嗯 其實我是咖啡店 我覺得針對這題 我絕對不會給任何意見 因為我覺得 最後的選擇都各有好處 它就是一個樹狀圖嘛 你可能選擇剛才那個薪水高的 你最後賣乾了 但你 你確實買到一棟房 那不是很好嗎 因為你情願了 嗯 那也有可能你選擇了一間 讓你感到熱忱了 但薪水沒那麼少 但也許你活得快樂啊 嗯 嗯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你要什麼 那選擇就不要後悔了 不只講外 對 好 那我們 這邊就是好像 我覺得這最後的開放性答案 就是 雖然是沒有什麼負責任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 很不錯的答案 那如果大家有 興趣的話 現在咖啡店非常想尿尿 我現在要尿對 你知道嗎 雖然想尿尿 所以也知道 我現在是故意拖延那個時間 要尿出來 長路漫漫 好啦 那我們就先 討論到這邊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 持續 他跑走了啦 欸 我們現在 這拍片子也太隨便了吧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反正這個議題是 永遠不會ending的 對 我覺得 很好玩 欸 丟 我們是這樣想 好 你丟 那你怎麼想 隨便你 怎麼 對啊 所以 至少 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滿 滿有趣的議題 就是求職的這個議題 然後 希望這集是有幫助到一些 很迷惘 現在正在求職 然後聽完之後更迷惘 對啊 對 那或者是你很迷惘 你也可以來 來戰 你就來戰 然後看看我們 個人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搞不好 有幸的話 可以給你做一個參考 嗯 而且我也很歡迎 就是你真的是求職 你遇到一些 面試官問題 你覺得答不出來 或者是你覺得是有趣的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 題目呢 再分享給更多followers 讓他們去面試的時候更順利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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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在iTunes 留下五顆星的評價 在官網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Follow我們的IG 或是寫email給我們 就有機會得到土石邊的回覆喔 我們超級期待所有合作的機會 還有可能 不管你是哪位 都歡迎和我們的聯繫 所有節目中提到的資訊 和我們的聯絡方式 都可以在本集的節目筆記中找到喔 最後 希望今天的節目你會喜歡 掰掰 讓我們互到一生晚安